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说说喝牛奶的话题 有一些朋友呢 咱们不建议喝牛奶 有以下这几类人群 第一类呢 首先是从事高签罪 也就是高签是什么 就是接住签比较多的这些人啊 不建议你喝牛奶 因为呢 你接住签多了 你肯定你的皮肤上都吸附了这个签 这个牛奶呢 它可以和签结合成 难以分解和排泄的东西 所以说就会导致 签在体内蓄集中毒 所以不建议去喝 第二类人群呢 是乳糖不耐受者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它体内缺乏 这个乳糖酶 这个乳糖酶缺乏呢 就不能把乳糖变化成半乳糖 和葡萄糖 就不能被小肠充分的利用和吸收 它就直接排入到了大肠 而且到了大肠里面呢 就吸收很多的水分 就容易出现腐泻 第三类呢 就是牛奶过敏者 因为它体内呢 可能有抵抗 我们牛奶里面的乳糖蛋白的这种成分 所以过敏的人不能用 还容易出现休克 所以说很严重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四类人群呢 就是胃食道反流者 因为胃食道反流的人呢 如果喝了牛奶之后 加重胃的负担 就加重了这个反流的现象 所以不提倡 不建议喝牛奶 第五类人群呢 是腹腔或者胃手术之后的患者 因为腹腔或者胃手术之后呢 整个机体的肠子的蠕动 就出现了障碍 那么我们在喝牛奶呢 也是加重了这种负担 喝进去之后呢 乳糖不能分解 就在体内发酵 这个时候发酵呢 就是肚子胀 胀到一定程度 还有可能撑破我们恒河的伤口 所以不主张在术后去喝牛奶 第六类呢 就是肠胰肌综合症 肠胰肌综合症的人呢 因为他每天腹泻的次数比较多 也是喝了牛奶之后呢 这种消化酶缺乏 也容易导致腹胀和腹泻 第七类人群呢 就是胆囊和胰腺手术的患者 因为喝进去的牛奶 它需要胆汁和胰酶的消化 因为胆囊和胰腺手术之后呢 这种酶就缺乏 也不能充分的来消化 我们的牛奶中的蛋白 所以呢 这几类人群呢 不建议喝牛奶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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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